他如果不來的話 可是在另外四個人他們就會想辦法拉得比較後面 可是如果會掉東西的話 這也很麻煩 所以就是變成說要繼續做取捨 如果真的今天要這樣做的話 不如就讓塔拉一起上來打會戰 因為你打5打5 經濟輸1000多其實不見得會輸 如果我們在塔下打的話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這邊來到了第二場比賽的Ben Peek 來到了J Team 是先奔先選的藍方 而MS則是紅方 Ban掉了查格納 而MS則是Ban掉了莫拉之後 然後J Team果然是搶下了艾莉絲 MS這邊 還原色選下了齊爾以及祖卡這兩隻角色 對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你會發現其實MS他們今天一直在放納克羅斯 對 一直不斷地把納克羅斯放出來 而且其實算是蠻針對齊爾這隻角色 不是Ban掉就是手搶 是 是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其實艾莉絲他的一個大招 因為其實艾莉絲為什麼在這個版本 會這麼有威脅性的概念 是因為其實在射手這個版本比較少出現 那其實艾莉絲他很容易在對付近戰角色 他一個大圈圈 就把所有近戰輸出都卡在裡面 包含坦克輔助都卡在裡面 所以其實如果說今天有一個拉茲有齊爾 有兩隻甚至三隻以上的這個遠距離輸出角的時候 可以把艾莉絲的影響 相對的讓他的影響比較低一些 降到低一點 對 不然的話其實在這個會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你會移進去 都是遠距離傷害 那其實會很麻煩 對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來緊急的看一下 MS這邊的一個選角 我們看到拉茲之後 最後是選下了薩尼這一隻角色 那這邊的話陣容就是已經完整了 可以看一下J-Team這邊應該是 打野的部分是納克羅斯 那中路是金娜 我們另外看到MS這邊打野的部分 應該是齊爾或是祖卡這兩隻角色 對 我覺得應該 這很難講啦 這個我覺得也不好說 不好說 但是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現在可以看到J-Team這邊他們的組合 相對來講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們是一個比較沒有坦度跟血量的一個陣容 對 如果前期他們逆風的話 就會有點像剛剛一樣 看到誰就追著打 現在看一下剛剛握馬爾很慘 真的是一直被追著打 但是你不能說握馬爾玩得不好 因為其實剛剛坦白說你可以看到 歐拉拉亞他在防守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在 譬如說手塔 在幫隊友探視野 那個視野 那視野也不是說我剛剛覺得說 這視野怎麼過去那邊探 也沒有這種狀態 因為也是在 他可能保護隊友在吃野 保護半邊的視野的時候 被蹲到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剛剛真的打得不好 其實我認為沒有不好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狀態就是說 你輔助就是經濟一直被壓低 所以剛剛看到最多好像輸到快五千 他個人就輸到對面可能輸出快五千 對 那真的會變得比較無力一些 對 那其實剛剛也真的是最主要是一開始 往往是一開始你被抓到第一次之後 你走出去又掉了一次 然後再出去又掉了一次 很可能這場真的就是尷尬了 因為我其實可以來觀察一下 像Jay Team這邊他有選到馬洛斯這個角色 那剛剛他們其實有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就是說我就是要做你野區 野區就是我們的一個決戰重點 那他有馬洛斯這隻角色的時候 會變得在野區的爭奪上面 相對會比較佔有一些優勢 對 比較強勢一點點 對 那他其實有短拔到短又快 那他如果像進草一去砍他兩三隻的時候 其實對於Jay Team會有比較好的發揮 但是如果他們逆風的話 相對來講對MS就會有比較好的 這個後期的影響 所以其實這是等於說角色向性的一個部分 不過剛剛這一場比賽 Jay Team又搶到了馬洛斯這隻角色 所以等一下也要來看一下 是不是他們會再繼續打出 像剛剛要這麼壓制性的一個打法 對 剛剛在集結上面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馬洛斯是MS選的 不過因為 對 但是在集結上面的話 其實在Jay Team 他們拿到優勢之後 他們一直在進野區要逼你打架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前幾場講的一樣 我有優勢 我就是要逼你跟我打架 我就進去裡面 對 其實MS在前面的做也不錯 就是你要逼我打架 我不跟你打 我去換你東西 對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後面在集結點在觀戰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東西要得換得好不好 逆風沒關係 我只要能夠把逆風的經濟 讓他hold住不要有太大的影響 越往後拖就越有得打 對 沒錯 那這也是現在在雙方 等於說現在 今天我們到目前為止以來 看到比賽的一個大部分的一個亮點 那如果沒有做到 對 我很可能就會在逆風的時候 一路就被 就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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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其實剛剛可以看到後面那一兩 第一場的時候那一兩波 那個算是 我認為有點就是 一切有點來得太快了 因為太快了 這樣就太快了 我知道 因為後面就是暫停結束之後 好像到賽斯結束之中間這段期間 突然間一眨眼就過去了 我覺得大概就是兩個會戰的 選擇時機比較沒有做好 一個是你三打四你也開了 所以那個那一波就比較大的影響 本來從一千多瞬間拉到三四千塊 再還下一波的那個狀態也是 就是沃瑪爾已經半學 但是你好像那時候也不打也不行 那時候就變成是有點 你為了要守塔 你只能選擇放塔或打 那當然打了之後就變成是 比較多的人頭就掉落了 然後就一波就到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它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波影響到後面的一個狀態 如果被B站就變成說 就我們前面還可以用交換的方式 但是如果被B站的情況底下 有時候不是你想交換就可以交換了 對方也不會一直都讓你有交換 如果真的已經壓到了高地 你說你不守嗎 也不可能 對對 沒錯 因為到已經到塔 那兵線上剛剛其實在真心這邊 也控制的真的蠻好的 三路的兵線都在帶 那這一場比賽 第二回合開始 我們看到Jay Team在藍方 而MS這邊則是紅方 可以看到其實是用齊爾打野 就是在主卡還是在線上 在線上對到的是馬洛斯 那這邊的話瑋瑜 是幫Vic先開了野怪幾下 幫助他能夠更迅速的上到四等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獨特一點 是我剛剛好像看到是拉茲玩中路 所以像打野的部分 對卡瑪是要玩中 因為平常我們在LG 或是可以看到是卡瑪是打野的角色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對好像有做了一些陣容上的調整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看到畫面再來講好了 對 Bernie一樣玩塔拉 Kiss玩去跑去打的輔助 對Kiss去打輔助了 看起來這邊真的做了蠻大的一個陣緣調動 絕緣 但是打野的一個位置 其實在228我們打 我打總決賽的時候 其實Kiss是我們的 我的隊友 他也是在打中路的角色 但我覺得他其實一直很適合當作一個 就是輔助跟主扣的角色 因為他的其實思想比較清楚 對 我知道這一位選手 其實本來就是主扣 那其實在主扣同時 兼任中路的一個位置 有時候會有點 看得慢不過來之類的 對 因為以前就是當然在打的時候 也許是打辭職賽 或者說打一些 就是可能一般的排位 當然你說 中路主扣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面對到更強大的對手 例如說像國際賽 甚至像是這個 像是職業聯賽這樣的話 你主扣可能要做的事情 會變得很多 對 那中路是不是適合 就是一個 我覺得需要從現在開始調整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JT又是打得非常的積極 這是來到了 來到了MS的藍區 那這邊的話 是直接開了嗎 對 現在這邊可以看到 試打試喔 試打試喔 這個很難講喔 因為你學都進來了 而且又有一個快速速速的 的一個 這拉的比較出來 對 往後拉一點點 不過這邊直接進來 制裁制的非常的準確 有了大決之後 直接進場 哇 那麼緊張直接 帶走了一個人 再來決定這邊也沒有辦法逃掉 JT這邊是順利 拿到了魔龍 又拿到了兩顆頭 而Kiss這邊看起來 好像也是逃不掉的 這是一個零換三啊 對 其實這一波 我覺得這是運氣 運氣 就如同我們前面一直在講的部分 如果是MS搶到這個魔龍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J Team的滅團 對 就換MS 全部都能開大衝上來了 沒錯 因為其實等級 你在三級到四級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大的尷尬點 因為前面其實是也沒有卡好的話 變成說你要呃 呈現一個進去的方向 會比較尷尬一些 所以你剛剛可以看到 瞬間是 全部都是三等 在打四等 對 那就很尷尬了 差一個大招啊 差很多啊 真的世界末日啊 剛剛真的是有種 世界末日的祭祀感 有意思是剛剛 全部拿到人頭 我們看到這邊的等級 是已經 等差大概會來到 兩等的一個差距喔 對 經濟也會有 很大的落差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 雖然好像 好像比較像人頭 但是在整個的一個 時間的差異上來講也好 其實經濟會差2點多K 對 我們看到這邊經濟 確實已經來到了 兩千元的一個差距 那 中間的部分 現代MX就要打得特別小心囉 是 現在就是 逆風就是開始 叫這個時候開始看了齁 你逆風怎麼打 怎麼去做交換 你要怎麼去做 所以其實這個很重要 最近這邊打得非常的積極 直接雷摩針下來 把你往外逼退之後 拉拉這邊再回來 再開下一個大決 但是沒有辦法 逃出生天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 算打得很漂亮齁 因為你看 你有看到他把兵線清掉 對 其實他的重點在於清兵線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你兵線清掉了之後 你的塔還有很多血 因為不太可能這個等級的時候 你要去 硬要拔的塔 因為你可能還沒拔完 你已經死掉了 對 那在這邊有順利拿到了外塔 反而拿到了凱撒路的外塔 才停在這邊掉了一座塔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反而把經濟拉拉一點點回來 那雖然說 你現在人數還是多掉了一個頭 但是他其實這樣的交換上是OK的 對 以劣勢方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交換 拿到這邊的話進來 打決頂到了兩隻 然後他這邊開啟了大決 人士已經全部擠了上來喔 看起來這又是一個 施打師進來 斬紮沒有斬掉 反而歐拉拉自己好像要 逃不掉了 不過他這邊逃掉有順利拿到 馬洛斯 這邊又是一個反打 對這個 不過這個 哇這個也是 這其實就是 我覺得可以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逆風的一個狀態 他們選擇是直接四個人包回來 那包回來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其實這一team這邊的人數 直接被切成兩邊 對 他這邊是被卡開了 對 其實這個現在就是 又是一個艾麗絲的一個狀態 哇你說這個 絕緣好像快要打到死掉了 對啊打到快死掉 不過這邊進來 而且艾麗絲的一個大決在裡面 哇這一進去其實有直接倒下 哇這一個人頭的掉落 而且魔龍是被艾麗拿走了 這個是雨中拿到了魔龍之後 雖然納克羅斯這邊掉 這邊倒下 不過後面的資源也是很迅速 我看馬洛斯這邊直接拉出來 對 其實我覺得 齊爾打野這是一個 可以在思考的一個部分 他不是說不好 但是因為他畢竟他是法商型的 所以他在回血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細節上面 會可能會像剛剛 可能越打了血越少 所以比較尷尬 續戰力來了沒有這麼強 對對對 但也沒辦法 因為現在BANPICK模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選擇 對 那其實這樣經濟上 差起來還好1.5K 其實有再拉回來喔 對 跟應該是比起來 這邊有抓到 那一個龍 衝進了凱撒池裡面之後 直接 對 其實應該還好 因為以塔拉來講的話 你還不太可能 三個人追著他 那你現在的狀態是 1.多K 其實真的是越來越近 從剛剛好像2點多 對 而且塔拉的經濟超級好 3.5K 現在是全場經濟最高 對 塔拉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很煩 你如果真的要改善的話 或是真的要 想盡辦法 就要讓有人 一直要去顧塔拉 不然的話 塔拉就要想辦法參與會戰 不然就很尷尬 像剛剛 壞壞講到的這個部分 納克羅斯又去帶兵線 他等一下一回來 又是一個武打師 這很尷尬 所以等一下塔拉 不知道會不會來做一個支援 不過我們看到這邊 會戰是直接被套上了沉默之後 直接被帶走 完全沒有辦法拉掉喔 不過這邊是漂亮 把他推到了塔下 扛到塔 直接帶走 等於兩邊中路的一個交換 對 其實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這個薩尼把他推回來 Kiss把他推回來 其實推得非常漂亮 這個推得非常漂亮 對 因為你如果推的不是這個金納的話 已經可以收不掉 但是他就剛好推到一個最保險的金納 所以他就立刻把他收掉了 所以兩邊現在還是在做一個交換喔 雖然兩邊現在的 這個凱撒路跟魔龍這邊 各掉一座塔 但其實好像真的 經濟差不多 現在剩8K了 對 剩八百塊了 八百塊了 對 剩下八百塊而已 八百塊這個在現在這個 已經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八百塊就是好像有點皺皺眉 但是好像不太影響 好像其實還好啦 帶女朋友去看個電影 然後吃個飯 差不多就八百塊 吃好一點的話 可能兩個就花超過八百塊 是 就是我們一天 這個八百塊的扣打 聽起來好像還好而已 對 還好 所以其實又回到了一個雙方平局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兩邊都 在逆風的上面打得都不錯 交換上面打得都很好 那在經過了這一輪的一個交換之後 我們看金納真的是壓得非常的近喔 對 剩下回到了線上 魔龍又出囉 我覺得我沒有上地視角 但是我現在在看這個 對 要先等 你要先等輔助先探視眼再去 你在那邊 就是沒有腳在那邊跑 我是很怕被抓 衝進去很可能直接被抓掉了 這個一被抓掉會是捏掉魔龍 這個很可怕 這個真的要很小心 我看到這邊是往後拉掉 新生守護之後帶著大家往後走 不過我們看到 阿拉這邊是已經來做一個支援 這是一個五打式 直接開了 這個就是我們 像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一個 哇 又被搶掉 不過在這裡面 這一個進去雷魔陣架值連城 還搶到了魔龍 而且後面 納克羅斯跟進來 直接挑配三個人 完全不給對手機會的情況底下 這個致命一擊 好像沒有辦法打到什麼東西 馬上倒下 那我們看拉茲在這邊 根本沒有辦法逃走 這是一波團滅 連魔龍都滅了 對 我覺得其實在這幾波 艾麗絲的影響就非常的巨大 其實就是剛才我們在Ban Pig的時候 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本來經濟都差不多 可是在幾個會戰上 出現了一些小問題之後 就出現了這個比較大型的這個 瞬間經濟又差到五千塊 這個 無論三十歲四十歲五千塊 都要 都要 可能要哭哭了 就是要揍個眉頭 加上要 要很難受一下 對 那在這邊畫塔下 想要硬開嗎 沒有辦法 我們看到主卡衝了出來 沒有把他斬掉 後面還是拿掉的塔 但是應該就要用著命換了 對 而且這個比較尷尬的點 是在於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齊爾這次的打野的表現上面 你會看到其實很乏力 好像在爭搶魔龍上也好 或者說在整個的會戰輸出上也好 好像並沒有辦法產生太大的影響 反正納克羅斯你會覺得他一直有很大的 存在感很夠 雖然剛剛的會戰他第一時間不在 不過後面那個進場 其實也是 就是我這一個制裁直接吃掉 其實確實喔 到目前為止這樣看起來的話 納克羅斯確實在這場比賽 我們看到又去帶邊線了 是 其實剛剛 我覺得在兩邊的套路 像剛剛在魔龍那一波 我覺得MX這邊選擇真的很漂亮 但是就是在那個 愛麗絲的大衣放下去之後 哇 瞬間就是死了很多人 這也是齊爾在打野比較大的問題 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這邊 對 那在這邊的話 來到了凱撒路的二塔外面 我們還要把你再逃命喔 那雖然覺得你在旁邊 可是有辦法 我們人有點多 全部都往上靠 是 現在其實差到六點多 可以加上剛剛中塔也掉了 其實多掉了蠻多座塔的 這個比較尷尬的是在於說 你現在如果說去跟他做一個 四打四碰撞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比較嚴重 甚至他們已經開始 有可能三打四打一 四打五打一 對 那所以在這個 我覺得盡量要利用塔 來做一個輸出 等對方可能衝動 衝進塔裡面的時候 就是開戰了一個機會 這邊把你走進去 裡面人有點多啊 他可能沒料到裡面竟然有四隻 不過這邊立刻是往後拉掉 對 現在這五隻進來的話 兵線檔會想辦法推一推 也許他可能 塔不進來 雷魔陣進去之後 看起來是沒有要開 不過這一個衝攻進來 把這個洛塵推進來 但是後面塔拉是扛不住了 這個塔下的會戰 可能就是MS要的喔 我們看這邊拉掉 對 沒錯 其實可以看到剛剛這波會戰喔 我覺得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在於說 其實他們 J-Team其實兩邊沒有 對 不過這一個信神詛咒下來 應該是沒有辦法逃走了 哇 這其實這波會戰 確實是MS強 但是往外拉推出去的時候 被信神詛咒套在上面 真的是絕望啊 對 我覺得其實剛剛在J-Team 他們溝通上有點小失誤 是好像有先進去有先拉掉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 哇 這個 這個他以為拉開了 結果哇 這個腳沒有出界 不好意思 對 現在其實這樣子的話 還有機會啦 因為高低級都要做 因為其實MS之前跟J-Team 就是在災星這邊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就是惡夢 就是他們已經明明很大的領先了 在後面最後一波被翻盤 那我覺得其實在 現在的一個時間來講的話 還有機會 對 還有機會 你要想辦法繼續拖住比賽 不能讓對方逾去求了 是是是 其實這個可以看到 如果覺得在這一場的話 其實我覺得 納克羅斯跟齊爾的一個 打野差異的感受 就會比較強烈 對 以機動性來講也好 輸出上來講也好 甚至在魔龍爭頭戰來講也好 其實都有比較大的 這才是第一條 現在知道的魔龍 對 拿到了魔龍 而且還拿到古龍 這邊要趕快逃命囉 我們看King這邊 還好要打 有沒有辦法逃掉 沒有辦法了 這應該是 他應該是沒有英勇衝鋒了 不夠英勇 尤其加上在這個 已經中後期開始 他的 經濟開始越來越低 那他的坦度 就這麼多人在打的話 他還是坦不太住 是 對 但塔拉可能就要 我覺得可能要想辦法回來了 已經回來了 剛講完已經回來了 對 因為這個 現在想辦法用塔來守 因為他要拉進來也比較難 現在看起來 看起來 因為你基本上應該對面 四五隻都看得到 你這樣要進來 凱撒也很安全 那我們看到這邊是直接進去了 硬上啊 所有人擠進去 硬打 這邊是一個大絕 直接坐下來 納克羅斯是直接倒下 不過這一個會戰看起來 也是有人頭的一個掉落 我們看到 齊爾是直接掉下 直接倒地了 我們看在這邊拉到了 沒有塔的一個地方 撒掉了主卡之後 這一個大絕扛起來 哇 這就是三個人 一個人在裡面 馬洛斯在裡面 好猛啊 如鬼神般的一個勇猛 沒有人敢去打他的情況底下 往下拉 他瓶血已經進來了 順利帶掉了 下路的一個高地塔 對 我覺得其實剛剛那一波 我覺得剛剛 如果最重要來講 剛剛的納克羅斯開戰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為他開完之後 他把傷害全部坦完了 然後就跑掉了 但是他後來還是死了 對 但是沒關係 但是他有坦完 有坦下 你會看到剛剛那一波 收完人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 除了納克羅斯之外 怎麼其他人血都還滿滿的 對 所以才有辦法一直打下去 甚至拿下來一座 就是魔路路的高地塔 因為他們剛剛進去的時候 所有納克羅斯把他坦都坦完的 其實這就是齊爾比較難做到的 齊爾你如果進去 你去坦傷害 如果他塔射個兩下 你可能學生一半 你可能坦一半的傷害 你就倒下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對於兩邊打的 差不多都不錯 就是差在我覺得 在齊爾這個部分 對 這邊的話野外要來開戰嗎 我們看直接上來 把瑋瑜推了回來 不過中間那個會戰開起來 血量是滿殘的 在接近這邊 但是齊爾這邊是率先倒下 在後面 前面的會戰已經被卡開了 我們看到卡馬在自己的塔下 直接被擊殺 那我們在後面 Kiss很想要收掉這一個愛麗絲 但是怎麼樣都收不完 隊友又回來幫忙了 可惡有種別走 我們這邊是直接倒下了 對 這個可能差不多了啦 就是如果以這樣的狀態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 對 現在復活時間他太長了 那所以他如果以塔拉一張 他又沒有CCG的話 他會很難控制住 他在直接裡面 看起來是布里班尼 直接拿下了主堡 在十三分四四秒